2月20日,校长谭永林及赵迅泽等人出席VOTV音乐节 谈音乐谈欣赏大本型的录像活动 校长表示这次也是为自己新叠宣传的活动之一 对,对,我说我这个唱片出来以后 去年的唱片,虽然已经会做一个一连串的宣传 所以今天其实也是其中一位,一直到现在 而谷瑞则是校长迎合岁月40载演唱会的常任嘉宾 因为有些歌是午夜天,陈奕迅等人的 原唱本人太忙,很难到现场当演唱会嘉宾 所以就邀请谷瑞前来做代唱嘉宾 他是我巡回演出的代唱,不是代我 因为我里面有一些歌是我做给很多 比如午夜天啊,陈奕迅啊,留的我还对他来 因为他们其他原唱的太忙 所以邀请他来代唱 跟金两也不错的 校长透露刚刚和李克勤等一般好友从日本度假回来 接下来会马不停停一直工作到七月 说到密集式工作,会防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 校长则表示工作才是生活的重心 而自己也有很多可以减压的方法 如约然滴滴足球和享用好吃的东西等等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